今天你要去詮釋一個真相 事實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詮釋 那個是可能有不同的時光 但是站在文化 歷史的文化跟血緣這方面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切記一點 對歷史的詮釋可能有不同的觀點 但是歷史上面遺留下來的 我們的文化也好 血緣也好 這種東西是不容被扭曲的 臺灣 尤其是臺獨一天到晚 就想腦袋削的尖尖的 要鑽到聯合國 要去入聯 入聯 入聯 你知道聯合國憲章 他最重要就是反法西斯 反軍國主義 反帝國主義 因為他最嚴重的侵害人權 為什麼你要增進地方觀光 你就要來弄一個日式的 為什麼你要緬懷神風特攻隊 他說憑著日本人 崇尚武士道精神的信仰 要求飛行員如何如何 這是如何崇拜他們 為什麼你要增加觀光 你不能夠去追回到清朝時代的人 泡溫泉 就只能夠緬懷日本 為什麼你忘了我們自己的飛行員 是怎麼樣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好 董哥 難道只有屏東嗎 花蓮 花蓮大權社區 社區也有一個機堡公園 也有臨時戰鬥機 知道喔 在1941年 為了要 日本要加強制空能力 日軍在臺灣各地都籌建臨時飛機場 1943年的時候 就在花蓮光復鄉這裡呢 徵收了72公頃的土地 強迫就把老百姓的地全部拿過來 然後進駐一個中隊 裡面就有紅蜻蜓 教練機 有臨時戰鬥機 當時日本人強迫徵用 所有的 所有的名利 連小學生全部都叫去做苦工 這是我們的歷史 結果後來 當然光復之後 就沒有了 國民政府就把這些地 就 機場就廢掉 然後把這些地還給老百姓 他們可以開始耕種 好 結果呢 2015年 農委會 這是馬政府時代 時代沒有錯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花蓮分局要輔導光復鄉 大權社區要農村再生 這是 出發點是好的 社區在積極蒐集 整理 記錄 保存這些史料以後 為了要紀念這段歷史 就僻建了一個公園 公園裡面又擺了臨時戰鬥機 你看看 然後大家在這裡擺pose 我的評論 這些努力都是好的 他們未必有媚日的意圖 但是你在整個社會 媚日的氛圍下面 你要追溯歷史 你要記錄歷史 你怎麼記錄來 記錄去 到最後永遠就是在記錄日本軍國主運 董哥 我覺得這真的是台灣人最悲哀的事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要長期對於說教科書 或整個社會的這種現象 為什麼我們節目要一再的做 因為我們就是要告訴人家正確的 飛機擺這裡可以 你下面突搜 當年用這飛機怎麼是侵略中國 侵略台灣 對 把那個東西歷史的事實講出來 對 那他就是一個活教材 那你看屏東那個是最離譜的 你知道屏東在整個日記時代 最有名的英雄叫林少媽 對 是不是 他是屏東人 而且他是住在萬丹 蕭家也是屏東人 但是然後他家很有錢 當台灣被割讓以後 他號召很多人出來 兩千多個人出來 跟日本人對抗 裡面有七百多個排灣族的 所以那時候是不管什麼族的 大家對於日本的侵略是覺得無法忍受 他可以當一個薩薇家裡很有錢 可是他出來抗力 然後日本視他為 南台灣最勇猛的 最兇猛的 很難 沒辦法說服的 後來漢奸出賣了他 漢奸的後代現在在民進黨裡面 生機險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民進黨的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想去土改歷史 你剛剛看了那個飛機 神龍特攻隊 那是蔡英文他爸爸那時候 就在修飛機 跟同盟國在對抗的 蔡傑生去修飛機 是啊 所以他們為什麼對這個歷史 為什麼 為什麼躲躲閃閃 連衛安婦他們不敢講 因為他們是幫兇 被抓去做衛安婦的 是台灣的女兒 所以你看到這些人 為什麼一直在遮遮掩掩 而我們為什麼對於克剛 對於這種公言 公言它也是一個教化的作用 家長帶小朋友來看 這個飛機怎麼樣 那你擺飛機沒關係 你下面要說明 這飛機是怎麼去當親類的 所以我們要對不對 看到這飛機你要想起 那是一個經國的主義 對啊 我們要追求的是要和平 你要有這樣的說明 那旁邊可以再擺像日本的鳥居嗎 可以擺日本神社嗎 那些根本不必要 因為這些東西 如果它是原來歷史的那個 那你擺的你可以說明 當然日本人親類 然後把我們祖先的廟拿走 為什麼不擺清朝 不修復清朝的東西 你這些是重建的啊 對啊 重建就不是歷史啊 對啊 所以他們這個其實就是為了妹日 那妹日在整個公園裡面 它就變成一個教義 小朋友看了 跟我書上講的是吻合的 是 所以這些你所有看到的東西 就變成他們要的 東亞史的一部分 什麼叫東亞史 那當然就是整個大東亞 大東亞共榮圈 共榮圈的概念嘛 所以民進黨 他們想方設法 要做日本人的走狗 但是一般人不願意嘛 他們在教科書 教科書是 連親民黨都去簽署說 我們反克剛耶 我們那時候克剛最大爭議是什麼 就是衛恩怒到底是被迫 還是自厭嘛 那你們這些人都認為是自厭 那你們去同意他的反克剛 你們這個黨還有黨革嗎 民進黨同樣的情況一樣 你作為台灣人每天講主體性 講尊嚴 蔡英文去巴拉圭去貝里斯 那請問一下 你是用什麼身分啊 中華民國總統 這兩個國家的嚴守是 牆內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了幾十年 你現在去你代表是什麼身分 我講台灣人你的骨骼 你的筋骨 你都是中國人 你要大聲的講出來嘛 他們不敢 他們是日本的後裔嗎 台灣人要有骨氣吧 雖然我知道整個社會 都是瀰漫著台獨的氣氛 很多人不敢承認 自己是中國人 總要有骨氣 總要對得起我們的祖先 林佳龍身為台中市長 他竟然要去恢復 城市光榮感的方法 要重建在1911年日本人造的台中神社 這個台中神社呢 是建造起來要去祭拜 殺了很多台灣人 當時鎮壓台灣人的抗日的 北白川功能九親王 日本的親王 裡面是祭拜這個殺人魔 殺台灣人的 然後這個土地呢 原來是物封林家的土地 林家因為抗日 所以日本人痛恨這個抗日家族 就把你的土地徵收起來 變成是日本的公有地 然後來蓋這個台中神社 而今變成台中公園 然後台中市政府的林家龍 竟然要恢復這個鳥居 是可忍 屬不可忍 葉委員 我真的 我走遍世界各地 我沒有看過這麼 這種樣子的人 這是整個系統性 你看我們從剛剛從臨時戰鬥機 到林家龍恢復鳥居 他不是一個人單獨的事情 是系統化了 民進黨就是要每日 要掩蓋自己的過去嗎 其實我們如果要認真探討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 台灣今天不能進步 停滯不前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個台獨的幽靈 在我們台灣這個地方四處亂竄 隨時都在我們的天空中盤旋 他那麼這些動作呢 說穿了就是說 他要加強建構台獨理論 台獨必須要有一套 這個系統系的理論出來 這個理論必須更符合現實的狀況 你如果說以台灣這個土地 還有台灣的人民 我們把整個台灣現在目前所存在於 社會的習俗 語言 風俗 這個婚商習慶 神旗 宗教信仰 世界觀 人生觀 等等等等 這些都涵蓋到每一個人的生活 在中國的細節裡面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到 每一個元素都是中國元素 並沒有日本元素 那沒有日本元素 他 我講這是很確實的 你日本人穿的和服 我們 就是我們的上衣拜 我們的祖父 我們曾祖父 他們不是穿和服的 他們穿那個草地人 台灣人的草地人穿那個 沒有的 唐裝 唐裝那種 唐裝或汗裝 褲管 寬寬的那種 對不對 那吃飯也跟日本人也不一樣 我們的婚商喜慶節目 通通跟他們不一樣 這個是文化 習俗 文字 語言 更不用講了 所以跟日本是搭不上的 完全搭不上 我現在就講 完全搭不上 所以他統治了五十年 還是日本就是日本 台灣就是台灣 除了很少數很少的同分 完全沒有 彼此都沒有關係 就是殖民跟被殖民的關係 好 那這些台獨呢 因為要台獨 台獨目的是什麼 他主要是要獲取政權 主要的是要獲取政權 台獨這些人 你說真正為台灣著想嗎 也沒有 為台灣人民會過得好一點嗎 也沒有 只是透過台獨這個理論 建構這個理論出來以後 可以把國民黨排除掉 這個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原因之所在 那麼排除為了這樣子 他必須要有跟日本能銜接 那這個銜接現在年輕一代的 又沒有受到他們日本的教育 怎麼辦呢 就把日本的以前老東西搬出來 這是我們台灣的一部分 我們台灣以前也都有這些 有神社 有溫泉 有什麼這個零四飛機 至於剛剛小董講的 這些用途是做什麼 飛機是炸哪裡 他不講 他不講 他不會是告訴你說 這是殘害我們自己同胞的 他不講這些 他就只是你告訴你留下 這些美好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慢慢要洗涕我們的心靈 這個跟教科這個 教科書上的去中化 是有相互的呼應的作用的 他要譜陳作為他台獨的理論架構 這是真正的目的之所在 因為他如果台獨這個觀念不放棄 這個目標不放棄 這種東西永遠一直都會呈現出來 我們拭目以待吧 我們真的要這麼不尊嚴 台瀕五六十萬的台灣人 在日本人 在這裡統治五十年 台瀕我們的祖先兄弟 只會五六十萬人 後面我們的台灣女兒 我們現在還要把他洗桌子 拜託他來觀光消費 這樣是不是